在日前举办的原子少年演唱会上,工作人员吴玉俊宣布将在9月1日举办免费的原子少年运动会,令不少粉丝激动不已。 然而才过了几天,这项活动就被紧急叫停了。 制作人张燕雄担心少年和粉丝们会太热,于是运动会将会延期到秋天,但是具体的时间还没有确定。 不过张燕雄还是大方透露运动会会是团康类型,避免选手们受伤还能多一些互动, 让粉丝们看见偶像私底下不一样的一面。 粉丝们不仅可以免费关抗运动会,还有会有限定商品可以拿,真的太贴心了。 作为今年最活选秀节目,原子少年选拔出了多位优质少年,给台湾娱乐圈带来生机。 原子少年能否有第二季,是广大观众关心的话题。 张燕雄称时间先抓在半年和一年后,等第一季的少年们都出道适应娱乐圈后,再策划第二季,预计在2023年开始。 虽然中间隔了这么长时间,但粉丝们也不用担心无聊了。 明年春季还会再办一个舞蹈营大赛,会从里面挑人,形式部分以及节目名称都一样,导师阵容也暂时不变。 八大星球结束了,会再找其他星球,目前已经选出许多人了。 除此之外,10月份原子少年还会再加场演唱会,所以粉丝们真的不用担心了。 你们期待吗?